在海灣國家當中 阿曼是都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 我覺得當地人更擁有 傳統阿拉伯營的熱情和善良 這裡沒有杜拜或阿布札比 那麼全面的現代化 但馬斯赫特市區 仍然有很多觀光的景點 來到阿曼當然要潛水 而且各種選項一應俱全 有半日遊 你也可以選擇全日的行程 潛完水, 再去另一個島上露營 馬斯卡其實是一個港口 所以來到港口當然要出海玩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一個 叫Dynamia Island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保護區 而且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動物 真的很特別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海龜保護中心 所以每年會有很多海龜 想去那個島上生小寶寶 除了這個之外 它本身就是一個浮淺和深淺的好地點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第一次在國外浮淺 不過因為這個潛水地點 是自然保護區 所以如果想像我這樣體驗的話 就要先上網報名 或者可以委託旅行社幫你報名 上船之後 也要簽一些文件 保證你不會破壞當地的生態 是 由港口到島上 大概要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帶去看那時候天氣的情況 或者海上的路 是否會做了確定 我覺得這次我們真的很幸運 通常這個船都是很多人 所以你看到這邊都是擠滿人 大概有二十個人 或者會開另一艘較大的船 但是這次我們好像是私人行程 大概有十個人 而且很便宜 這樣一個人是二十八塊 他們的利益 大概是差不多二千四的台幣 是很便宜的 船慢慢開出港口了 真的很期待 但是為什麼風浪好像越來越大? 雖然是這樣 不過船長好像沒什麼感覺 而且還越開越快 我真的沒想過這麼恐怖 第一次乘搭這艘船 就變成一個小座 因為風破了, 真是很恐慌 不說話了, 我要抓住那個霸仇 雖然很大風 但是海風裡的鹹味令我更期待 對, 享受乘風破浪 雖然久不久會拋幾下 但是一些暈船浪的感覺也沒有 終於到了 其實開得很快 而且這邊的水很漂亮 果然是綠色的 其實它開船的時候 不會覺得我頭暈 所以很想快點下水 看到清澈的海水 整個人的心情都好了 這麼漂亮的海 真的很難想像這裡是中東 我準備好下水了 他現在問我那隻腳有多大 因為全套裝備, 他們都會變 不過我也不記得自己的腳有多大 抱歉 一落到水, 我對眼睛好像會發光似 陽光照入淺南, 清澈的海水 把水中世界照射得整幅畫這麼漂亮 水底形狀奇特的珊瑚礁岩 山邊色彩繽紛的魚 遠處, 甚至還有海龜 這麼難得相遇 怎麼可以不跟它游泳呢 在水裡玩到累了 回上岸, 看到風景一樣漂亮 風化後, 黃色的岩石 伴隨藍色的大海 真是漂亮得好像不是真實世界 趁大家還沒上船 我就用這個這麼漂亮的背景 拍幾張漂亮照 幫自己留下一個不一樣的中東印象 真的太豪華了 水底下的世界, 什麼都很漂亮 而且我看到很多不同種的魚 魚的顏色也是很少業的 重點是我看到兩次海龜 真的覺得很值得 而且在這邊 你還可以認識很多新的朋友 還有外國人跟你一起玩 其實這樣出來真的會覺得很放鬆 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是中東國家 好像在太平洋上面的小島度假 我只可以說在出海之前 我從來沒想過 原來中東有這樣的風情 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不過玩完水之後 當然會肚餓 回到市區 要快點找個地方 將消耗了的熱量補充才行 然後再講一次 請大家拍過 一分順請 對 於atan 都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